最後用另存心檔,不然如果你把它儲存完蛋了 它就固定了,它就只剩你後來改的那一個 那所以這個是原始檔,我利用這個檢出來再去做這兩個 那所以要修改的話記得從這邊點擊 從那個,因為我要改它的名稱嘛 那改名稱最簡單就是從它的資訊和設定裡面去做修改 那你可以發現呢,點進來之後呢,你可以在這邊,這個是好像馬賽克的吧 所以我就把什麼呢,它的這個名稱什麼什麼的副本拿掉,然後這邊把它改 加三個字 你不用打那個什麼模糊效果,模糊效果反而我搞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馬賽克好像大家會比較知道說這是什麼什麼東西 好,那這樣的話呢把它儲存就可以 因為是針對這個,所以就把它直接儲存,它就把你的檔案儲存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回復到原來的影片裡面 再點擊的話,你會發現後面是一個所謂的那個 刮虎馬賽克 OK 然後呢,當然 不過剛剛這個馬賽克有幾個地方 它是漏掉的 像那個後面牆壁上的 所以一般我的做法是這樣 一,先讓它自己找 可是二,會漏掉一些東西 那漏掉怎麼辦 再用自訂的 所以可以分兩階段 那怎麼樣在第二階段呢,做完第一次,它已經存好檔了 再到裡面強化一次 我會慢慢要習慣,因為可能這個環境 有些同學第一次使用 反正就是進去出來,進去出來,慢慢習慣就OK了 再來的話呢,我們一樣切到模糊 那裡面有自訂,這個自訂的話呢 做法上面特別重要 你要從哪邊去找到哪個地方 你要把它模糊掉的話 你就先讓它播放 找到哪些這個有成功 後面哪些部分沒成功,你可以快轉 假設我快轉到 這個地方 如果我希望 假如說後面這個牆壁上面的那個馬賽克要拿掉 那個牆壁上面那個是可能有另外一個明星的肖像犬 這個好了 那我要怎麼做 一 你可以先找到它這個影片 什麼時候開始播放 從這邊要快出來 盡量 以它出來 它即將出來這個畫面 再往前一點點 在這裡 請你在這個你要馬賽克的地方 有沒有,我還要暫停模糊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個訣竅 找到暫停 找到那個快要出現的那個開頭 有沒有,那個畫面開頭的地方 第二個呢 請你在這邊拉一個所謂的框框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在這個地方開始 出現 馬賽克,應該可以了解那個邏輯啦 應該可以OK 放開 好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就會在這邊的這個時間點 開始出現馬賽克 自動幫我放在這個區域裡面 OK,所以你只要找到什麼地方 你要馬賽克,你就在那邊 停止 找到最前面的那個畫面 框起來 那問題是這個框框大小可以再調整 可以啊 框起來之後的話 你還可以再去調整它的大小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是 可是問題這個框框要出現多久 它預設會幫你調一個 一個 一個像這樣的大小 那有沒有這邊預設是這個啊 所以你可以啊 移到哪裡呢 有沒有這個是它出現的時間 不過理論上它應該從那個開始才對啦 不過沒關係,假設它沒有剛剛在這條線上的話 你就怎麼樣 把它移到這個線上面 卡一下 意思就是說 它從這邊開始 它會出現這個框框 那結束點在哪裡 其實我不知道結束點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底下的這個拉桿 往這邊拉一下 我也不知道多久 它已經 消失了 所以你就要拉到哪裡呢 拉到最後面 也不能停太久啊 你不能這個 太久變成說 不過這其實 好像不好喬 那怎麼辦呢 底下還有一個放大鏡 有沒有發現 放大鏡是什麼呢 可以讓你再把那個時間軸有沒有 拉得更細一點 不然有時候喬半天喬不出來 再往前一點 OK 即將找到了 好啦大概 大概就可以了 大概往後面一點點 好 那這個細節我想自己再去拉啦 因為這拉桿可以再拉細一點 你可以調得非常的細 不過就是要那個弓 慢弓出細 那我們上課沒辦法這麼細 所以我大概就可以 然後呢 最後記得後面這條線 最後再把它拉回來 因為這樣比較好縮放 把這個地方的 後面這個結束有沒有 拉到最後面 請你靠攏哪裡呢 這條線 意思就是說 我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結束 應該可以看懂啦 不過這個可能 要稍微列一下 因為 這個功能說真的 也還要花一點時間熟悉它的環境 然後按去按完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東西呢 有沒有 照你的要求 做出一樣的效果 這個前面都ok啦 我們拉到後面這個 我們剛剛的秒數 有沒有發現 我們再往前一點點 他就會從這個畫面後面 有沒有看到 不過好像還差那麼一點點 怎麼辦 再調一下 那最後呢 它即將消失 有沒有 可是我有多一點點時間 所以也許你前面多一點點 後面多一點點 那就會perfect 那什麼是會需要 就是說 可能現在不只是肖像權 還有logo權 連那個商品商標 你出現那個你也不能夠 你一定要把他打馬賽克 不然的話你又侵權了 你有些事可能 我打你的廣告不行 我沒有接受 你還是要把那個logo 幫我打馬賽克 那有的時候你光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很頭痛 因為其他軟體不見得有這個功能 但是YouTube居然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YouTube 光這個功能就 很多地方就對於其他軟體來說 其實就一個還蠻好的 蠻好的部分 所以這邊最後把它儲存 儲存的話呢 改成什麼 制定模糊處理好了 也許我這邊 把它名稱改一下 把它儲存一下 OK 那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難度稍微高一些些 那我把剛剛的動作重點再回顧一下 一 我們先怎麼樣 一樣先找到那個 把剛剛馬賽克那個影片 做完的結果 先第一步先自動 第二步再制定 那所以我把那個剛剛這個影片 出現 OK好出現 然後強化 強化之後呢 一樣怎麼樣 到模糊效果 點擊什麼 點擊這個 自訂 自訂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把影片 先移到你要馬賽克的那個開頭 然後呢 設定一個起始 這邊 快到了 大概在這裡 然後 先拉一個框框 把你要 框起來的部分 先選起來 設定頭 設定尾 從這邊 有沒有 暫停一下 拉往前一點點 大概在這裡 先拉一個框框 那可以再怎麼樣 再把它往前一點點 沒關係 這個是頭 所以把這個 移動到這條線 再去找尾巴 把這個的尾巴 靠攏這邊 所以這邊有沒有 先靠攏它 但是有可能稍微再多一點點 如果 我覺得多一點點會比較保險 然後讓這一條往這邊看 也許這個 到了 到了就把這一條線 把它靠攏這邊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 看懂我在做什麼 然後呢 完成之後呢 你就把它儲存 記得一樣也是什麼 再另存新檔好了 比如這個 這個他說 要不要刪掉 當然 我們不要刪掉好了 我們把它儲存 我們還是保留 因為我 我還是想說 想要知道一下 整個過程 好 那原來那個馬賽克是 算是什麼 自動的馬賽克 那這個的話呢 是制定馬賽克 在這邊的話也許 再把名稱呢 把名稱再改為 所謂的那個 制定馬賽克 就多一個 馬賽克的效果 這個是我們最後 希望看到的 然後 就又多一個練習 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制定馬賽克的部分 這個也是算一個 新功能 好 畫面呢 再 還給 各位試一下 的確 這是 不必要 來自 copy 我 在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